新闻 挖挖挖 挖掘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于美仁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為你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紀錄片導演李慧仁 李導演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媒體工作者 而且都有所有的 目前線上主持人名嘴15年前的照片的 王瑞德先生 還有一位是合作社理事江淑梨小姐 這本書也是你們出的書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叫菜籃子革命 簡單講一下 他們做這個合作社 就是要友善環境 改善台灣的環境 吃得健康 就是從共同購買到合作找幸福 還有一位是媒體工作者 陳立宏先生 我也主張友善環境 對 那你可以對吳敦義友善一點嗎 我一直對他很友善啊 最好的朋友 而且全台灣最希望他選總統是我 OK 真的 除了他自己 對 還有台大受益系名譽教授賴秀歲 賴老師 你好 情況不妙 看到你我就知道一定是 不是鞋子 是鞋子 不是鞋子 不是鞋子 有什麼 有什麼跟人聯想 因為剛才拍了兩部紀錄片 都說農委會引力一流感 不能搓的秘密 不能搓的秘密 一跟二 你這樣監督自己搓了 為什麼他還會出這個事情 還引力呢 怎麼敢啊 史性不改 這都不怕 都不聽 農委會人也都專業 要靠近 要給農委會服務 要有些他自己的基本的水準 怎麼改引力呢 而且這麼多個專家在這個地方 讓大家最沒辦法理解的是 為什麼一個禮拜之內 台灣八個縣市 所有的鞋、鴨、鵝 都被候鳥感染情流感 解釋一下 為什麼 很快 非常快 你剛才在說 我為什麼農委會都是這樣 因為農委會它 領域一直換 他的那個 部長 部長一直換 你領域換 我們可以了解 但是你 你下腳做這個 他做兩年多而已 老師 你下腳這些都是專業 對啦 應該說 比較保守 務農的人 做農業的人都比較保守 而且最主要是他們的心態 他們的心態是怎麼樣 他沒輸就沒關係 發生情流感 不是你的最夠 對啊 你發生情流感 甚至於養殖業者 如果不是他們的最夠 你如果是說沒有保守 你在那裡 那是業者不對 你如果說保守 你這些官員處理 他怠慢不當 這就是官員不對 所以這次的情形 可能地方的防疫官員 跟業者 兩個都有最夠 中央主管也是有最夠 因為他們對這個情形感 已經全世界在流行了 為什麼他們 沒有主動的去 給這些養殖業的一個 警訊 這是你今天下一個文章 在中國時報 沒有引力疫情誰信 就表示說有 對嘛 你如果說沒有引力的話 為什麼都啊 我剛剛就問啊 為什麼一個禮拜之內啊 八個縣市啊 為什麼全部都有啊 那不可能 這一批猴鳥說好了 我們身上有情流感 所以飛到台灣 八個縣市去傳染 不可能嘛 那不是一個禮拜之內有 那表示之前應該就有啦 而且這個 先問一下情流感 今天感染明天就死啊 沒有 沒有啦 你還記得1997年嗎 那種口蹄 口蹄 三月二十號 新竹縣發表說 發佈說要有咱們口蹄 全省二十個縣市 有十八個縣市說 我們也有口蹄啦 三月二十號 同樣一天發佈 你看這樣的 就是大家都蓋住 大家都蓋住 大家都蓋住 人家說的 人家說的 我剛才沒有責任 我先說的人 就有責任 不是 我的 那是我們的雞現在走很快 一天走十八的關係 沒有啦 沒有啦 有走快 但是 但是我們的雞肉 我們是鄭大哥 我們是說 一禮拜 你們這些市 都不是一千隻 是都幾萬隻 都是幾萬隻這樣子 哪有拖這麼快 到底是什麼人在隱匿疫情 我其實 業者都不說 蓋著 你說 業者不說 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現在業者 都不想上地方的防治所 為什麼上了之後 到時候 你現在公共要檢驗 檢驗的時候 一千隻都不可以拖 沒有拖之後 你大海那被禁養 所以大家都不敢說 問題是 在去年11到12月的時候 都開始有事了 其實當中都知道了 十一月就知道 十一月十二月就開始有 都有異常的死亡 都不知道 像我們這次看到 第一頂是1月9號 屏東大武山號稱是 最乾淨的養殖的部分 中情有感 這次台12萬才會嫁 殺了那麼多 很多人講說 所謂台是說焚燒 就是撲殺 撲殺 送化至常 那時候其實 我們看到農委會都說 我都不知道啊 人們開始也說 他們處置措施不對的時候 大武山離開農委會那麼遠 他們就說這都是地方嘛 屏東管政府要負責嘛 業者自己要負責嘛 問題是說我們是到1月5號喔 農委會房檢局 農委會副主委 在立法院說 說我是1月5號得到情資 我們才去撮查才撮查到的 說聽在拔布呢 12月12號那個業者就送到 屏東科技大學保健中心 去做鹹鹹 當然是 12月12號 12月12號 去年 一九月情 屏東科技大學保健中心 是農委會設立的 也是他在管理的 你送檢體進去 就讓我們看醫生要什麼病例 你病例他就登錄之後 你如果說12號看不到 萬三天好了 15號農委會一定要知道 你怎麼會講說 1月5號我們才得到情資 那請問這段時間你在幹什麼 引力疫情 引力疫情 下面的人沒跟我講啊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心 因為這次總共有三株 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對 一株是已經存在台灣11年了 然後兩株是新的 現在農委會都說是候鳥帶進來的 為什麼從候鳥帶進來的 他說那個基因比對裡面有 韓國和中國 有這兩個國家 韓國離我們很近 候鳥先行路線 所以可能是韓國 你為什麼不講說可能是中國走私進來的 走私 走私 種蛋啊 種鴨啊 種鵝啊 種鵝啊 我們自己沒有嗎 都會招數啊 有什麼 我們自己沒有嗎 沒有 可能正的問題 都會招數啊 這個部分啊 不是 我們的鵝 不是有我們的那個 反鵝 種鵝腸 種鵝腸 我們有嗎 也是有在走私 弄鵝 我們有在 不是啦 不是走私 我們自己沒有嗎 我們自己有啦 種不一樣 種不一樣 所以 就是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推給候鳥最簡單 對啊 他不會說話啊 他不會說話啊 但是其實是有可能有其他管道的 其實 農委會斬金結帖說 一定是候鳥 可是如果你要講說一定是候鳥 你要有所本嘛 對啊 比如說好 台北市野鳥學會 它每年 從1998年開始就會見到 H5N8 可是你說這段時間裡面 1998到現在 同樣沒有堅固到H5N8 一次都沒有 那如果你堅測到 這邊的病毒嘛 H5N8嘛 一次都沒有 都沒有 如果一次都沒有 你憑什麼說 絕對是候鳥 因為很簡單 要造成這麼大八個縣市的 等於說都傳染到 那麼它的候鳥的感染這個H5N8 這個量應該是蠻大的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事實上 包括台北市野鳥協會 全國有很多的 在處理什麼呢 它們的排疑就是糞便 從糞便裡面驗病毒就知道了 它如果猴鳥身上有病毒 那麼驗它的糞便就知道 有人在做這個事情 長期做 可是都沒有啊 沒有大量發現沒有的話 那你怎麼 你一往猴鳥身上推 是最方便的嘛 因為就是它嘛 它飛過來我沒有辦法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因為猴鳥不能解釋 它又不能解釋說 不是故啊 你知道嗎 這個很可怕 這個演變詳細現在 猴鳥還可以自首 它搞不好 希望是不要 希望是不要 到時候又撲殺火鳥 怎麼一大堆的亂七八糟 現在是先加一些 希望你在室內飼養 然後加一些網子 不要讓火鳥進來這樣子 先把所有的一切都往火鳥的身上推 但是禽流感的傳播 借火鳥在傳播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啦 所以我們說禽流感這個病 或是流感這個病 已經是沒有國界了 它不必要 搬國 中國 台灣 那14個杯 所以火鳥進來是 絕對是可能的 而且這次 你如果說H5M8 是火鳥進來的 這個一定是可能 我認為也是火鳥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火鳥也傳到什麼 歐洲 也傳到美國 也傳到日本 荷蘭 日本 美國什麼都有 日本是我們舉一個日本的例子 日本在事業的時候 有一個雞腿是四千多隻而已 它有10隻死去 10隻死去 如果在台灣一個雞腿 老闆10隻死去 我根本就沒關係嘛 不在乎嘛 人家就趕去檢驗 檢驗出來 一個H5 整個地方像這樣 紅色像這樣 都破殺 要不敢知道是H5M8 OK 人家這樣 日本沒問題 OK 到10月 日本如果是有火鳥的 那個監測計劃 像我們台灣一樣 到10月 他們還有一個沼澤區 去排魚裡面 還去檢驗到 也糞便 糞便 那9M8 檢驗到就兩個檢體檢驗到 水水肉附近的那些 通締附近的那些 養肌養殖廠 就要注意 要怎麼樣加強消毒 你的移動什麼都要受到監控 因為這樣防疫才有可能 我們的家庭 我們家庭說 我要加四千多隻 一十隻 兩隻 四隻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們還說美國 美國這次如果是一隻M8 它其實是在奧利港 奧利港 奧利港 它是一個很小的 厚厭的養子 它吃差不多 一百三十多隻的 它是一個豬肌 豬肌 還要有壓到鴨 它怎麼會感染 它吃是醋味的嗎 不是 我想那是不知道怎麼會 有這樣 家庭農場那樣 那 發現就兩隻四千 兩隻四千而已 屬性它有一個 給作一隻鑽 鑽就是老鷹那種 有一個兇門的 是 那如果是四千 我給它抓到 它就關心通報了 我一個八十多隻我兩隻